我們屏東中華傳統文化教育中心 將會在農曆的征業 征業13 先一個小開幕 就是念佛堂先小開幕 為什麼叫念佛堂先小開幕 因為我們屏東中華傳統文化教育中心是儒式道 我們是要弘揚儒式道的 儒家道家還有佛家 那麼因為我們現在還正在努力的裝修中 還有很多需要有待裝修的 那麼我們覺得應該因為我們現在一小部分的念佛堂已經稍微裝修好了 所以我們要想要從念佛堂這裡 先小部分的先讓大家先能夠進駐來念佛 為什麼 因為我們也就是因為印光大師的這個開示 用什麼方法復活 用什麼方法息災 念阿彌陀佛 那麼就是淨化人心 那麼要從人心先進化 先把這個震暴 人心先進化 一暴會隨著震暴轉 那麼所有的環境都會好起來 所以我們才迫不及待的 在屏東中華傳統文化教育中心 還沒有完全的裝修好之前 大部分 還沒有完全的裝修好之前 我們先有一點點的小地方 好的這個小念佛堂 我們就先開幕 先啟用這個小念佛堂 那麼我們已經一季二月二十號 國立的二月二十號 就是農曆的正月十三號 開始我們那天 我們要送地藏經 還有灑禁 那麼接著我們就要打佛期 一直到七天的佛期 那麼二月二十八號 做一個三十七年佛會 也就是說在心靈期間 新春期期間讓大家好好的 讓你的心能夠清靜 讓你的 大家都能夠把我們的這個正暴 我們的心清靜下來 一暴隨時正暴轉 那麼你的環境所有的一切 心是我們的正暴 那麼你正暴把它清靜環保了很好 那麼你的身體你的周圍你的一切的環境 我們一切所居住的環境慢慢都會好起來 所以心靜則土靜 那麼這也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先開始啟用念佛堂 因為念佛確實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用什麼方法護國 用什麼方法息災 螢光大師說了 就是念阿彌陀佛 當然我們螢光大師還提借殺吃術念佛 不但可以吸災 同時也能夠復活 所以我們要深信不疑 而且我們要憲解行政 同時也歡迎各位能夠在2月20號國立的 2月20號農曆的正月13 到我們的這個屏東的這個念佛堂 來一起參加這個佛期 念佛用什麼方法護國 用什麼方法息災 念阿彌陀佛 我們打佛期 我們來消災 免難 護國息災 那麼這是非常非常好的 大家就斷惡修散 激功累的 馬上的這個環境都會好起來 各位都知道一暴隨著正暴轉 一暴是我們的生活環境 那麼正暴就是我們的人心 所以我們要把我們的人 我們人心的污染讓它先清淨 那麼這也就是說 映光大師特別的提倡 就是用什麼方法復國 用什麼方法息災 就是念阿彌陀佛 那麼所以呢各位都知道 我們屏東中華傳統文化交易中心 雖然我們現在這個不曉得各位 我就順便跟各位也講一下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雖然還沒有完全裝修好 但是呢我們為了要趕快讓大家能夠在新年的期間 我們能夠有個地方好好的來念佛 我們打佛氣 那麼我們在那個地方可以讓大家來打精進佛氣 可以到那邊可以住 可以住在那裡 那麼七天呢 大家都好好的把一切妄念都放下 好好的念佛 消災祈福 那麼這個地方呢 大家都知道屏東 中華傳統文化交易中心 我們已經蓋了差不多四年快到了 那麼現在還有內部的裝潢 還沒有完全的用好 但是我們先把小部分的念佛堂 先裝修好 那麼其他還繼續在裝修中 那麼 那麼 這個大家都知道 上面這個圖 大家都可以看到 這是那個的地形圖 好像就是有觀世音菩薩 這是一個像觀世音菩薩的影像 那麼對照我們的華藏衛士 我們的華藏衛士 這個蓮花的這個logo 這個蓮花是當年我們華藏衛士 要做之前我們想要有一個logo 一個商標 那麼這個商標我們就去拍蓮花池去拍蓮花 結果後來呢放上來做我們華藏衛士的商標之後 才看到大家仔細看 這裡面好像有一個觀世音坐在裡面 那麼對照呢 我們這塊屏東 中華傳統文化教育中心 還沒有蓋之前這個圖 這個綠色這個圖 這是從空照上 Google上面把它給download下來的 上面的圖也像是觀世音菩薩 大家看看真的是天意 真的是天意感召 妙不可言 都是觀世音菩薩 感召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 好像都是佛菩薩 他冥冥之中在指引我們做這些事情 包括我們現在屏東 中華傳統文化教育中心 雖然我們還沒有完全的裝修好 但是我們先把小部分的地方 念佛堂 我們打算要提前在這個2月20號 先部分的先啟用 我們所謂的就是說 預定於2016年2月20日 先行啟用 先行精進念佛祈福 先行精進念佛祈福 目的也就是我們響應 這個應光老和尚 應光大師所說的 用什麼方法護國 用什麼方法息災 就是念阿彌陀佛 那麼淨化人心 把這個正報 我們的念頭 我們的人心 先讓它能夠淨化 人心先淨化 那麼你的環境自然就會淨化 心淨則土淨 那麼這是真的是一個 我們從人心開始淨化 這是智本 所以我們要從智本 那麼自然就自標了 所以現在我們從正報開始 我們從人心先來淨化 念阿彌陀佛就是最好的淨化人心 那麼心是正報 土是一報 心清淨了 環境自然就清淨 那麼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人心的污染 思想的污染 見解的污染 精神的污染 太嚴重了 那麼不從這個人心淨化開始來做 那麼光是從外面的環境 就像是治標不治本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 我們屏東傳統文化交易中心 我們提前把這個念佛堂 在還沒有完全都裝修好之前 我們先提前的把這個念佛堂 先來啟用 那麼我們其他的還是會繼續的裝修 可能才知道幾個月之後 把全部都裝修好了 我們就正式的大開幕 那是正式的一個比較濃重的開幕 但是現在我們為了要淨化人心 大家先好好來念佛 好嗎 那麼謝謝各位 感恩各位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